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participa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International Bazaar 2023.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参加非外交部国际慈善意外活动。 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 11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和国际义买基金会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2023年度国际慈善意外活动。 非外长马纳罗夫人帕米拉、大马尼拉地区塔吉格市市长拉尼、卡亚塔诺、 各国驻菲律节及夫人等出席、黄熙莲大使以及使馆女外交官代表参加。 使馆意外展台高高卦旗五星红旗和中国节, 分外鲜艳夺目,洋溢着欢快喜庆的中国风。 展台上二十余种特色商品琳琅满目, 有精美的茶具、丝巾、针丝手包、披肩、书签、水墨画矿等中国传统工艺品。 有美味的中国特色小吃, 还有备受年金一代喜爱的熊猫玩偶。 使馆女外交官们身着传统中国服饰汉服和旗袍,端庄大气,十分吸睛。 黄绿磊共餐、黄亚平参赞亲自带货, 与馆员们在现场热情展示中国商品、宣传中华文化。 马纳罗外长夫人和拉尼市长专程到使馆展台参观, 选购商品,并对使馆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民众络艺不绝,踊跃购买和拍照打卡留言。 感叹中华文化底蕴深厚,灿烂归煌。 称赞使馆女外交官热情开朗和勤恳敬念的精神风貌。 义卖现场还布置了由京中国、四川楼两家中餐厅烹饪的中国特色美食, 令现场民众大饱口福,榴莲望板。 现场气氛友好温馨,使馆义卖款项将捐赠给国际义卖经纪会, 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和慈善福利机构。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